編曲 橋下陳年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婭媛 我現在在吉祥寺 今年7月初的時候 我在Instagram上面做了一個調查 詢問大家 再想念東京的哪些地方 沒想到回答吉祥寺的人超級多 所以今天我就來到了吉祥寺 想要帶大家看看疫情比賽 吉祥寺的日常 那我們就出發吧 現在是吉祥寺的北口 北口這邊的話 就是雜貨、購物、小吃的一個聚集地 這裡有很多的商店街 也有很多的百貨公司 從北口出來呢 就是這條吉祥寺沙漏斗收店街 這應該是非常多人 很喜歡來逛的一個地方 下雨天因為它有屋頂 所以也可以安心的逛街 裡面有非常多的雜貨 雖然只有短短的好像300公尺吧 但也是可以逛的買的很開心喔 今天雖然是平日 不過也還是很多人出貨在吉祥寺的 簡單帶大家走一遍這個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 右手邊的這間店啊 我本記得應該是 我們一間賣小名吃的店 不知道什麼時候變成寫字店了 可能很久以前 但我不太確定 然後是熟悉的麥當勞 現在是月見漢堡的檔期 商店街上面也放了非常勵志的 修憲改的 孤磊街 的標語 有沒有被振奮到呢 其中很多人很喜歡逛的應該是這一間 三百日元飾品店 這一間店我自己也很喜歡 因為真的很便宜 款式又非常的流行 那我也順便逛了一下 現在好像特別流行這種 不需要打耳洞 然後可以掛在耳朵上的飾品 然後還有一些法式 逛完飾品店我們繼續往前走 可以發現這裡原本不知道是什麼店 現在是大門深處的狀況 然後這裡面啊同時也是有很多的藥妝店 這也是吉祥寺深受喜愛的原因之一吧 其實之前在報就是緊急事態宣言啊 還是疫情很嚴重之類的 的時候 像是澀谷新宿的人潮就有減少 然後唯獨吉祥寺這種商店街 就人潮落意不絕 現在的日本就有這樣子的狀況 我自己跟吉祥寺是沒有很熟悉 不過也是來了好幾次 留學時期來的那一次應該算是印象最深刻吧 那後來吉祥寺的名氣也越來越大 因為在很多的調查說 日本人最想要住在東京的哪裡 吉祥寺都是名列前往 當然現在因為コロナ的關係 所以台名的順位有一點改變了 比較往肯兵啊大公啊這些地方去發展 不過因為吉祥寺長年來壟斷 就像穩斷嘛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bunking的調查 所以他很好居住的印象就升值人心 那這個商店街中間有一條馬路 的旁邊呢就是 Yodobashi吉祥寺店 那我們可以看到 Yodobashi Camera吉祥寺店 這裡是比較沒有人潮的狀況 少了觀光客其實 還是對經濟有著重大的打擊 這裡有一張好可愛的地圖 上面標示著 山路的修天改的所有店家 那這裡原本不知道是 什麼樣子的店呢 現在是沒有營業的狀況 那比較後方的店其實 本身人潮也是比較少一點啦 但還是有看到新的店家嗎 像這個Mini Soft 它就是Mini Stop裡面有雙麒麟 那他把那個雙麒麟就是 單獨拿出來開了這樣子 文青風可愛可愛的店 這個算是比較新的一個嘗試 可以看到比較後半的商店 這些人潮就比較少 目前東京呢 是在四次的緊急事態宣言下 那前一次的期限 其實已經延了一次了 最近新聞有在放風 像說 就是要繼續延長大概兩三週 我覺得 天啊 也不知道就是 會有什麼樣子的改變 昨天看新聞就看到一個年輕人 接受採訪 他就說 就像一個很可怕的鬼屋 你進去很多次之後 你也會變得不害怕 那我們現在已經把 沙漏的修天改整個都逛完了 其實我還蠻好奇這個人物是誰 我剛剛一直在找 但是找不到 就很陽剛 以前吉祥寺不是這樣子的形象嗎 蠻神秘的 那有沒有人知道 這裡有店在裝潢 不知道是賣酒的嗎 吉祥寺這邊本來就有很多條的商店街 像是這個是最有名的三樓土修天改 旁邊呢 這裡叫做 大雅街 這間店好像搬來這裡咧 大家有懷念日本的什麼零食嗎 滿滿的零食 是不是很棒 大家有沒有吃過吉祥寺的炸肉丸呢 現在我身後就是吉祥寺鼎鼎有名的炸肉丸店 應該是每個來吉祥寺的人都一定會排一次隊的一間名店吧 那我今天也要久違的來懷念一下這個炸肉丸的滋味 以前真的非常有人氣 是整個隊伍排滿滿排到這個商店街過來 非常的誇張 那現在呢 人當然是變得比較少了 不過還是十分的有人氣 在店家的前面還是排起了不斷的隊伍 發現他有五分耶 就是如果你是要買メンチカツ以外的物語 的話就是在這邊結帳 但是如果你要買メンチカツ的話就要在這邊 好我買到了 好懷念的外型喔 其實這一個還不小 讓大家再看得清楚一點 我吃完了 只能夠說我覺得很懷念的味道耶 印象中就是之前吃的時候 好像覺得說欸 味道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的鹹 反而是很有那個洋蔥清甜的感覺 這一次呢 其實我覺得跟那時候的印象差不多 應該沒有太大改變吧 也是蠻好吃的 大家吃不到我幫大家吃 已經是不好意思了 現在排隊的人越來越多了呢 現在吉野家又推出了Pokemory的活動 這一次呢 送的是衣服等等的寶可夢 一直很想叫Pokemory送來家裡 可是因為安迪越來越不喜歡吃吉野家 他覺得吉野家越來越難吃了 所以就一直沒有叫成功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滷肉丸對面的這條街 我自己覺得這裡的氛圍是比較時髦一點 像是這裡有安迪的愛店 這個Menu是不是很可愛 但也常常讓人覺得不知道在畫什麼 目前店家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因為時間是有變短的 本來其實是想要去買珍奶的 但附近的珍奶品牌我都還好 這個是加了茶的檸檬飲料 金的杯子就長這個樣子 這個Lamony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喝 它來自金澤 超推薦 它有很多的分店大家可以去查 以後來東京不一定要在吉祥四合 也可以去其他的地方 然後像眼前的這個 它還有慕名的飲料店 這間店其實也是開很久了 我多年前來的時候 它就一直在這邊 像是屹立不倒 那它的飲料呢 是珍珠飲品 不過大家真的是不要對它有太大的期待 就是喝可愛的 喜歡LUNY的人可以來嘗試看看 但是它的珍珠真的不是我們台灣人 所認識的珍珠 現在來到的這裡是吉祥寺的Loft 吉祥大街 我好像沒有進去逛過 我覺得這個標誌好可愛喔 它上面是寫Pennyland 一封糖 很喜歡吃一封糖 被朋友影響很喜歡吃它的那個梅牙鞋 可惡現在竟然下齊了雨 因為今天的天氣預報應該是陰天不會下雨的 這間店我印象很深刻啊 因為每次都會以為它叫青菜 是一間有點可愛的布丁店耶 現在默默的下齊了雨 但還是想要帶大家去南口 然後到景之頭公園稍微看一下 吉祥寺的南口的話就可以接近大自然 當然也有一些特色的餐廳開在南口的部分 以及我想要推薦給大家的龍鞋泡湖 也是在南口那一邊 想要來往吉祥寺的南口北口 一點都不困難 因為它有南北自由通路 就是這一條路 只要利用這條道路 就可以輕鬆地從北口走到南口 或是從南口走到北口囉 像我現在就是要去景之頭公園那邊 好的我們來到了南口 其實我今天來吉祥寺的時候 一開始是先沖南口的 那這邊先介紹一下我一早就沖去的那間店 我現在要去龍貓泡湖的吉祥寺店 它在吉祥寺的南口 因為我想要買的東西好像很容易會被賣完 所以我是一到吉祥寺想要先沖了間店 現在竟然在排隊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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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在排隊 太震驚了 我覺得我應該是買不到我想要的東西了 好難過喔 現在他們營業時間是短縮中的狀況 我買了兩個龍貓泡芙一個龍貓巴士的餅乾 原來那個車超好吃的是 去年還前年新推出的一個商品 真的超有人氣的 我去的時候是12點出頭吧 然後我等了大概10分鐘來進去 進去之後就只剩下兩個 我買了一個想說 就是留一個給還沒有吃過的人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前往景之頭公園 我現在真的是冒雨在行走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馬路一百貨啊 因為吉祥寺這邊除了商店街這種貼近日本人生活的地方之外 也有這種不管是日本人還是觀光客都可以逛的開心的購物商城百貨公司啦 以前我有一次跟安迪約會就是來馬路一這邊某一間咖啡吃鬆餅 這邊就是一般旅客前往景之頭公園會經過的一條街 我也很喜歡這條街的氛圍 好新鮮新鮮開在這裡 好想吃喔可是 好想吃喔 超想吃的藝人 好啦回到主題 我們現在要前往景之頭公園 這一條街呢 我自己覺得非常的悠閒 有一些小商店 但是 怎麼說 這個這個有點像是連接都市跟大自然的一個空間嗎 像是如果拿神社來比喻就有點像參道 連接人界與神界的一個道路 那這邊只要一直往下走就會是 有廣大大自然風景的景之頭公園 我查了一些資料啊 就是分析說 吉祥寺到底為什麼會這麼有人氣 這麼多日本人 東京人 想要住在吉祥寺呢 其中有一個原因是有人分析說 因為這裡有都市的要素 它交通方便 然後融合新舊 同時又有一個占地廣闊的自然公園 所以才會這樣子的受人歡愉 衣服好可愛喔 最近東京真的超冷的 可以換秋裝了 摩摩就買了衣服 超可愛的啦 走在這裡真的會有一點失心風耶 就會想要買東西 結果很有名的那間焼鳥屎屋 竟然沒有開耶 對這一間燒鳥店 竟然沒有開 目前的營業時間就只有五六日 還有國定假日而已 他們是蠻遵守的 就是不提供酒 這裡就是錦枝頭公園的入口 那這裡面原本的一些商店嗎? 不知道以前是有沒有開耶 現在是鐵捲門拉下來的一種礦 然後這裡則有一些自動販賣機 應該蠻多人知道這個自動販賣機的 是錦枝頭公園小有名氣的奇怪自動販賣機 現在這個是麵包的罐頭 然後最有話題性的是這個 就是有點像吃蟲的那種感覺吧 然後價格也是比較貴一點 但這個真的好久了 就從我剛來日本那個時候就有來這邊取材 一直到現在應該過了五六年了吧 都還放在這裡 不過整個看起來有變心亮晶晶的感覺 旁邊這個我就沒有看過了 好像是辣椒主題的 他說因為非常辣 辣的弱的一方 就是你對辣比較弱的話千萬不要嘗試 還有去有錦枝頭公園真的太多這種亂七八糟的自動販賣機了 錦枝頭公園可以說是四季都很值得來的一個地方 蠻多人會在吉祥寺逛完之後就徒步來到這裡 然後再一路走到三陰之森吉普利美術館 那現在三陰之森吉普利美術館呢 我記得是休息的狀態啦 不過以後能夠來東京玩的時候 相信他也已經恢復營業了 到時候就可以這樣子安排 很多人也會來錦枝頭公園踩天而穿 大家有踩過嗎 我自己是沒有那麼有興趣啦 現在又不下雨了 整個天氣涼涼的 大家或許有注意到現在路上的行人也都穿上了薄外套 薄長袖 因為東京最近真的是很冷很冷啦 我以前也曾帶我爸媽來錦枝頭公園 可以說是充滿迴遇的一個地方 希望疫情真的能夠趕快早日結束 讓我爸媽能夠趕快再來東京 再水처� accordance 要請給我一下 要請留下 Hell 去 Bound 4 tokyo will soon arrive on track